海力伙伴们和未来的家人们 大家现在好 您可曾想过 自然界几十亿年演化出的身体 为何会迎来衰老疾病和死亡呢 整个人类有史以来 科学家们都试图发现衰老的秘密 减少疾病的发生 延长生命的立场 而您又可请了解 在21世纪的今天 科学家对抗衰老机制的研究呢 已经获得了重大的突破 美商凯利是一家 美国生物科技网络营销公司 做的是品牌供应链 公司的价值观呢 是长期主义平衡共生 公司的品牌理念是 抗衰老始于细胞健康 今天的主讲嘉宾王医生 是出生于中国东北的中医史家 深造于牛津大学医学院的神经外科主治医生 在国家级刊物发表过专业论文 王医生不但医学背景深厚 也是大健康领域的经营管理者领导者 他1999年留学美国 获得统计学硕士学位后呢 开始从事大健康领域的精算咨询工作 是北美高级精算师 北美精算学院成员 并受邀并应邀参加中国精算师学会的线上授课 2018年应邀出席健康保险年度大会 并做主题演讲 王医生2019年离开中国时呢 是莫尼黑载保险公司 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市场开发负责人 今天他分享的主题是 凯莉五大产品亮点 有请王医生 好谢谢 谢谢美丽端庄的主持人 今天呢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凯莉的产品的亮点 我们有主要五个大的产品 这个我要特别感谢 这个经营团队的这个西路老师 因为这个PPT做的特别好 我们首先大家都知道产品的特别好 然后呢 金老师这个PPT做的特别好 我就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吧 我自己对凯莉产品的理解吧 然后希望能泡转引玉 能对大家有帮助啊 为了大家记忆方便呢 可能我有一些自己 一些就理解的一些点吧 就是我们还是从PPT开始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刚才讲过了 这个抗衰老呢 都属于细胞的健康 那其实抗衰呢 也就是一个细胞抗衰的一个过程 那怎么进行细胞抗衰呢 我们凯莉现在呢 有五个非常主要的 非常好的产品 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医生菌啊 有这个脑力剑 有这个PQQ的清奇片 还有这个SOD的NM青春逆龄片 这是我们主打产品 另外呢 还有一款比较经济实惠的 BETA NM6000 那这里呢 为了大家记忆呢 我就不用数字来表示 那我想这五个数字 正好是跟中国的 这个中医的五行 有些类似的地方 而确实有些点呢 也非常类似 所以呢 我想把这个利用五行 这个来比喻一下 其实也是帮助大家 记忆各个产品的特点 那为什么说 我说这个鸡木水火土啊 大家知道五行 那么从医生菌讲起 因为我觉得这个产品啊 我们的AQUA SOD 灶蓝医生菌呢 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产品 那不管是中医也好啊 还是西医也好啊 对我们的胃肠 我们的肠道的健康呢 非常的重视 那中医都讲 那么我们的胃肠呢 是我们的后天之本 对吧 后天之本 那么还有一句话 就是肚腑软如棉 疾病都不馋 就是说我们的肠道的健康 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么大家都知道 五行里土生菌 那么有的时候 我们知道菌呢 就是像我们矿石一样 是在土中 是孕育出来的 就好比我们吃的食物里面 去这个提取我们的营养成分 然后呢 我们儒家也有食不厌精啊 我们都想我们现在的食物越来越精细 那么加工步骤也越来越多 甚至有一些很多商场里的 加工的半加工的食品啊 又感到越来越方便 那这个方便的同时呢 其实在食物里呢 就丧失了很多先天的东西 比如说纤维素 那我们都知道很多这个蔬菜啊 水果啊 为什么在加工食品里面 加工完之后 纤维素就去除了呢 因为纤维素是最容易腐烂 最容易被细菌 这个 就是我们被细菌所消化的 一个物成分 也就是说 纤维素实际本身 不光是细菌 那我们人体里的 肠道里的益生菌 也是把这种纤维素 作为益生源 所以我说的意思就是说 由于我们的食物越来越轻 所以我们丧失了很多 对这个肠道 益生菌的一个关爱 所以这个产品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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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这个 这个 造来益生菌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款产品 所以我们第一个讲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 我们的 这个脑力剑 那我给它比作一个目 因为我是 刚才也介绍了 我是神经外科的 一个专业以前啊 那我们神经细胞呢 其实它有很多突出 像树枝一样啊 就是神经元细胞很长很长 那它有很多这个突出 那么像木头一样的生长的过程 其实我们人的衰老啊 很多 如果你驱除了癌症和吸气管疾病 现在的 这个脑 就神经的衰老 越来越显著 那很多相对健康的人 他可能 心育管都比较好 也没有什么癌症 但是呢 他慢慢会走向什么呢 就是我们叫老年痴呆 很多神经褪心变 所以呢 维持一个大脑的营养 对我们的抗衰老 不但的能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包括记忆力啊 包括这个语言能力啊 运动能力啊 而且对我们身体健康也特别重要 所以我们其实叫脑力键呢 其实不管对神经这个系统 对全身的营养作用都是很充分的 那第三个呢 其实是我们公司 非常创新的一个产品 那我们就我们叫 就是积木水火土的水 显然我们其他的几个就营养品啊 都是这个含浮片 只有这个氢气片呢 是要放到水里去去这个服用的 另外呢 我们讲就是说 呃本身氢气片呢 其实我们的就是 这个万物的水啊 就是两个氢原子和一个这个氧 氧原子做了那么一个分子 所以把它拆开就是氢和氧 那么大家都知道氧气很重要 其实氢气更加重要 以后我们讲它的品格作用 那么第四个呢 就是其实也是市场上 市场上近两年最火最火的一款产品 那就是NMN 那其实这个我们CALERY的这个NMN呢 其实在市场上非常有特色 而且是非常显实的一个 我们也特别全能产品 因为它加了非常珍惜的SOD 然后把这个SOD和NMN结合起来 以后我们要仔细讲 我们的NMN的这个生产技术优势 和在市场上成分呢 各方面的优势 这都是我们产品的亮点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比较经济实惠的一款NMN产品 好 那今天呢我们就开始正式的讲究我们主要的这个产品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造蓝益生菌 那我们讲这个肠道健康就等于集体的免疫力 我们强调这两点啊 因为今天呢我们想尽量就是能分享一些知识点 让它印象深刻一点 本身呢我们都知道医生菌这两年呢 越来越被人的重视 甚至呢把很多医学专业在我上大学的时候 二十多年前呢 那个时候人体这个说那个器官里面 还没有医生菌这个更多的表述 那现在越来越对慢性病的一样 尤其糖尿病的研究和各种这个疾病的研究 那还有这个神经系统的研究 包括我们的食欲啊 包括我们的兴趣爱好都跟医生菌有关 这个是非常非常独特的啊 因为我们这个医生菌本身 它是我们体内的一个不但那个含量度 而且功能非常的全面 跟我们的营养代谢有关 跟我们的情绪有关 跟我们的食欲各方面都有关系啊 那么这个医生菌在我们体内 所谓医生菌呢 当然就是我们常有跟我们共存的 对身有益的这些细菌的菌群 对吧 这个活性的卫生物 首先肠道健康跟医生菌有什么关系 那我们都知道服用了医生菌之后 能解决我们肠道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排便问题啊 比如说脏器问题啊 包括这感染问题啊 包括现在我们拉肚子就不再吃腐败酸了 不再吃抗热素了 而是呢我们要吃医生菌 而且现在呢对广浦抗热素 对很多抗热素要限制 因为它会破坏我们的肠道的正常的菌群 所以包括我们这个女性健康啊 就是也是医生菌也非常重要 如果过度的清洗的话 破坏的那个菌群环境 也是非常不好的 这个我举个例子啊 我们肠道其实你想 在我们的肠道啊 其实它的面积是非常大的 那我们都我们讲并从口入 你想任何一种食物 你都没法想象 如果牛奶 如果你直接注射到血液里 那谁都不能想 讲说口服和注射是两回事 那就是说我们口服本身就有屏障作用 它有消化吸收和屏障作用 但是我们肠道是最直接接触一些异物的 包括食物各种各样的食物 包括我们口味也比较杂 中国菜谱也很多 食料也很多 就是肥禽走兽啊 各种蔬菜啊 那么这些异类的物质 经过肠道的时候 其实呢 就给我们人体造成一个很大的问题 首先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肠道 我们不能想象它是一个水泥地 它不是这样的 它是一个草坪 就像我们门口葡萄荷草坪一样 只有草坪这样的 它才能形成功能 包括肠道也有些肠龙毛 确实跟草一样 那么这个草坪的这个草的这个 它本身的这个 它的厚度啊 它的完整性啊 对我们肠道 对抗外界的一个义务特别重要 没有一个人的肠道是绝对完整的 什么叫绝对完整 就是说 它没有一个破损 因为它都有些小量破损 只不过呢 程度不一样 如果你一生菌健康的话 我们肠道健康 它破损比较少 就不太容易受外界义务的影响 这个再举个例子 就是很其实我们肠道本身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 免疫器官才被认为 因为它的免疫细胞也最多 所以古人讲病从口入呢 是一点不为过的 所以这个这个病包括什么呢 包括一些有毒物质进入体内 包括一些我们过敏源进入体内 现在发现过敏呢 以前都是呼吸道过敏啊 哮喘呢 其实肠道过敏是这个在美国来说是最常见的过敏 只是中国呢 对这边研究比较少 所以大家没有被提及 但是很多慢性过敏 很多实体不是 都跟肠道粘膜不完整有关的 那怎么让它完整呢 我们的一生菌就是让我们的草坪呢 更加完整 更加健康 所以我们肠道 大家记住一点 它不是平滑的水地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厚的一个草坪 就这个概念 那么这里边能够给我们提供免疫力 维持肠道的这个完整性呢 就是这个一生菌 所以呢 我们要想方设法去保护一生菌 那怎么保护一生菌呢 那么我们在肠道一生菌里讲量力之一 首先量要足 我们讲过了 因为以前我们就是人在对抗这个 这个各种外界感染的时候 我们已经就发明了从清零素开始 各种抗浪素 那么这抗浪素帮助我们战胜外界有毒菌的同时 同时对我们的一生菌也造成伤害 由于我们现在的生活越来越方便 比如说我们有榨汁机啊 包括一些加工食品呢 我们对纤维素的食物量越来越少 所以一生与原 一生与原就是一生菌要吃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一天能吃七十种蔬菜 但是其实呢 各种蔬菜的纤维素 都是不同品种的一生菌的口味 他学喜欢的 那我们一天吃不了那么多蔬菜 那么多种蔬菜我们是达不到的 那怎么去补充呢 那我们需要这个大量的一生菌 活性的一生菌 所以我们这个产品量的之一呢 它有三十亿个 就一天量三十亿个 三百亿一个 三百亿一个活性一生菌 这量足够大 这样保证呢 我们消耗一条 就这个三颗里边 而且是有这种三大类的十一种活性的一生菌的菌落 这个为什么 因为各个肠道 比如说上个消化道比较偏酸的 比如胃有胃酸 对吧 然后小肠也比较酸 然后下消化道呢 比较中性的减一点 所以各种氏酸性的 包括这个双肌杆 主要是下消化道的 所以都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这个呢 要补充要全面 所以质量好的一生菌呢 必须这个 有一个是菌落的活性 一个是各种多 而且呢 肿料全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特点呢 也是我们凯亿的特点 这个就特别的 这个震撼了 可以说 因为整个我们人类 随人类的技术的进步 我们这个地球开发力 越来越多 所以地球显得越来越小 那么现在人类呢 就把 就是现在尚没有被人类污染的 两极 对吧 两极和这个 和这个什么呀 和海底 作为一个重要的开发的 下一步开发的 这个一个一个方向 因为这个海底确实是 没有被污染 而且是纯天然的 那我们凯亿公司 它就是在 这个大西洋体的 一个热泉里边 热泉里边呢 它有一种灶类 有一种灶类 从这里呢 提出来的 这个 就适合早里面提的 SOD 这个呢 非常有幸啊 我就是 因为我家离凯利总部比较近 我就跟林博士 有一次非常有幸的 有一次 就是他跟我讲了一下 我们的SOD 这个原料的特点 因为本身 SOD呢 它最开始是动物中 提取的比较多 像牛的 这个身体的血清 牛身体提取的 但后来 从英国的风牛病之后 就是30年前 风牛病之后呢 那我们这个 这个就 这个 就是这个 提取的 这个 原就断了 大家就比较忌讳这个东西 然后呢 慢慢就 大家用的比较少了 那因为SOD本身是 大家共认的 一个抗氧化 非常好的一个东西 那么后来就是 从植物中 体恤不是很稳定 那我们从 这个 阳底 这种湿热泽 本身就是在 那一层 这么高温度 464摄氏度 这么高的热泉 触摸棗内 所以它的稳定性 都非常好 所以这个是一个 非常有优势 也是非常昂贵的 所以我们的 医生群里 加了这种 SOD之后呢 本身对肠道的 抗氧化 细胞包 全身都是 非常有好处的 所以我们在 这个 我们在 一盒里面 有30条 一条里有三颗 那么三颗的 这个一条里面 就含有 2000个单位的 SOD 所以这个本身成本 也是很高的 另外呢 我们这个 全名叫 Aqua SOD 这个益胜菌 那么这个 Aqua什么意思 就是海蓝 就是它深海的 红枣 深海的红枣 那本身 这种深海的 红枣里面 不但能提取 这个SOD 而且它本身呢 就是一个 天然的 没有污染的 能提供 很多矿物质 因为这个 就是现在 大家越来越重视食品 饮食健康 不再吃 简单的盐 不是点和不点的问题 要吃海盐 为什么吃海盐呢 因为海盐 有各种 微量元素 控制 甚至有人吃 这个喜马拉雅的粉盐 都是一个道理啊 有各种各样 微量元素 那么这个 这个 没有污染的 深海的红枣里 就有72种 微量元素啊 这个也是特别好 另外本身 它就有 几次造蓝蛋白 还有就是 还有这个蓝枣钙啊 还有维生素 这个 维生素K啊 什么的 所以这个 讲过 那个深海的 有机 这个造类 是 这个蛋白呢 是下一步 我们人类要开发的一种 没有污染的 特别只能好的一种 我们人类的 这个 一个 一个食品 一个来源啊 好 那另外就是 我们都 大家都知道 补充 维生素 第三的重要性啊 我们蓝枣钙 同时有第三 因为这个第三 确实是 我们现在 已经认为 它不但是维生素 而且它就 类似于这个 激素的类的物质 它人体的重要性啊 就是你整个的 生涯环的重要性 那么现在 维生素第三呢 一般跟K2一起补充 啊 这是一个 现在的一个 共同的理念啊 非常重要 对我们代理 那代理线都非常重要 大家都知道 现在 哪怕是新冠疫情 我们要注射晒太阳 因为就是要补充 第三 然后提高我们身体的 这个免疫力和 这个 强装能力 当然了 这些 我们这个原料 需要我们技术的支撑 这有一个专利包埋技术 这就有多讲 不多讲啊 这里有一个比较 一个分子结构 一个包埋技术 是变用我们的吸收和利用 和也增加我们这个产品的 稳定性 稳定性 好 那今天呢 就先第一个就是 我们的乙生菌 它的食用呢 刚才讲过了 服用的非常方便 最好的方法就是撕开 刀到嘴里面去 我一般都是清晨的肉吃 因为你知道在中医呢 是讲这个大肠经是五点到七点 那个时候呢 如果你能排便的话 是最好最好 早上起来 喝一杯温水啊 喝吃点益生菌呢 然后稍微运动一下 然后吐吐气啊 然后这样子的话 能做一个肠道的 一个腹部的腐蚀呼吸啊 然后散散步啊 这样呢 有一个肠道的一个蠕动 如果能这个排便的话 是最好的一种 这个健身方法啊 这个口味是非常不错的 那个我试过 我们家 不管是四岁的小姑娘 还是我们家 那个十十五岁的高中生 都觉得这个口味 还蛮不错 他们挺喜欢的 好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life span啊 发一个脑力剑啊 这个 因为确实跟这个 大脑细胞的营养有关系 大脑细胞应该有关系 那么我觉得 神经元的细胞的抗衰老 是特别的重要啊 因为其实 帅老的过程中 会发现 记忆力简推是一个蛮痛苦的 那么到极致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老年痴呆 那其实老年痴呆 可能不知道 以为是就是呆傻 其实是记忆的丧失啊 记忆的丧失 那你说连亲人和熟人都不认识了 那这个是很可怕的 就是因为我们的 对于我们进入人生的这个最后这段的记忆是最美好的啊 当然了你这个到这个程度的话 生活也不能自理了 所以这个是很痛苦的 那现在随着我们的这个寿命的延长啊 那么出现这种老年痴呆的这种发病率越来越高 现在美国80岁以上呢 这种不同程度的老年痴呆的发病率已经到了 就大概三分之一左右 就是当然包括退行性变 还包括这个帕金森呢 一类的级病 所以这个大家非常重视 就是讲那个这也是很可怕的 那怎么来提高大脑的这个营养呢 呃 主要是一个是提供能量 呃 所谓提高能量呢 这就是讲我们大脑其实一个 它是最这个 我们说最重要的 也是最金贵的 什么叫最金贵呢 它是血氧供应最充分的 最充足的一个器官 就是我们的任何一个器官都可以耐受 耐受什么 就是说几分钟 说十分钟没有氧气 但大脑是不能超过四分钟的 所以它是在我们所有器官里边 如果没有氧气行为 在存活时间最短的 所以它对你的能量的需要量非常大 对 能量需要量非常大 另外呢就是脑部会形成 由于它要代谢 所以要利用泡糖 因为大脑是人体像红细胞啊 这类器官里面是不能利用这个呃 其他能量只能利用这个葡萄糖 这葡萄糖的 所以当利用大量的糖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多氧化自由基 所以我们要清晰这些自由基 所以我们这款产品里面就围绕着这个特点呢 首先要加入大家都知道就是恩爱门 对吧 因为恩爱门也是近几年就是研究最充分的 在这里我们会反复讲到这个成分 我们有三个产品里都有这个成分 然后以前我也讲过两年这个恩爱门的课 你看对这个产品对这个恩爱门也很感兴趣 恩爱门本身呢 我们都知道是NAD的前提 那么NAD呢就是我们在线力体里面 能量代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煤 我们叫做辅煤1 那什么是辅煤 煤是什么 煤是催化剂 因为人体就是个化工厂 能量需要这个就煤的催发 那么催化剂里面最重要的功能块呢 模块呢就是辅煤 那么它叫辅煤1 这是number one 最重要的一个辅煤 那么它当然了 这个能量对我们的代谢啊 运动啊 细胞能量非常重要 因为其实我们人体在 我看的是静止状态 好像运动只有肌肉 是我们全人的骨骼肌的运动 其实不是的啊 我们人体里面温度最高的器官 是肾脏和肝脏 能达到38度左右 为什么它不能那么高呢 它需要能量 因为肾脏不断的排绿 这个滤过我们的这个血液里 能产生尿 其实我们人体 我们又叫原尿 什么叫原尿 就是原始的原 我们能产生这个脊缸啊 就是大概 就是四五百升的这种原尿 就是它不断的要 不断的滤过 然后当然要再重新被吸收回来 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它很累 肝脏要不断的解读 神经细胞不断的兴奋呢 因为有记忆啊 你可能自己就没有意识到 所以这个都需要大量的能量 如果这种能量 其实那都不能 形成我们这种功能 包括我们的免疫功能 那么这里当然 还讲更深一点 就是我们在这个 NAT本身啊 它能激发一些 就我们叫Serturn 这里特别讲的 叫一线化酶 但Serturn这一类的蛋白 这种蛋白呢 对我们这个 具体表达也很重要 对我们的抗衰老啊 逆磷啊都非常重要啊 所以这个首先 我们讲过了 要大脑是需要能量的 那么这个能量 就要集中在线力 我们的能量工厂 能量工厂里 最重要的这个催化酶 就是这个NAT 所以呢 我们要增加这个 NM的量 这个是我们 要知道的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说 我们讲过一个 血脑屏障的概念 这里面还有一个什么呢 这个我们在这个 什么叫血脑屏障 因为我们在脑子里边 有脑脊液 脑脊液是非常非常澄清的 对吧 它也有一些养分 有一些无极炎什么的 所以我们在血液和脑子之间 它有一个屏障 叫血脑屏障 那么这个屏障里面呢 有一些地质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讲神经元细胞 它像一个突出一样 是有很多突出 神经像胶帘 有生物垫 那么这个突出和突出之间 会有一个地质的一个传播 我们知道我们 这个任何一个动作啊 不管是这个感觉的 这个感觉弧 还是这个动作反射弧吧 它都是由几个神经元共存 三个神经元 或者两个神经元 共同完成的 那么神经是通过什么呢 通过生物垫的传导 然后神经和神经之间 是靠神经地质的释放 那么这个地质中 是一线单界这个成分 所以呢 我们这个在这个里面 增加一线单界 其实是增加我们这种地质的量啊 因为到了我们年龄的这个增长 我们这个 这个传接信号的地质不足了 所以就作为补充 这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营养脑的一个成分 这个就是由 我们讲Alpha PPC就甘油 磷酸单界 是神经地质一线单界的 前提物质 我们都能直接补充 通过前提物质 然后穿过讯导屏障 然后去补充 这跟那个NMN和NAD的关系 是一样的 前提物质 那么这里多讲一个什么 就是说 为什么现在前一日说 特别可怕 就是要反噬脂肪酸 Transfect 就是很多这个 这个食品的规定 不能有任何的Transfect 为什么是这样子 因为反噬脂肪酸 不能被 因为它不是这个 生物界正常存在 是我们在对这个 就植物油 尤其植物油的加工中 化学反应 产生了这么一个东西 那么这种反噬脂肪酸 不被我们识别 因为我们这个整个人体 这么进化了几百万年 不知道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它被当成了一个 正常的这个脂肪酸 形成了我们的神经膜 这个膜就是说 我们像任何细胞细胞膜 那么对于神经 这么长一个神经的细胞里面 它也是由这个膜很重要 那么这个膜 就实际上我们 有生物电的传导 都靠这个膜 对吧 有一个生物电传导 那反噬脂肪酸 如果镶嵌这个膜的一部分之后 它是没有这个作用的 它就像一个 它就像一个 本来是个导体 甚至超导体 当然是它就堵住了 它就是一个 电阻了 那么这个人体是不知道的 把它当作一个正常的脂肪酸 安在我们的屋上 所以是反噬脂肪酸 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避开什么的 避开这种植物油 高温油啊 这种要多吃橄榄油啊 这种健康的物质 所以反噬脂肪酸 现在是食品规定 是不能有的 但是要特别特别注意啊 很多呢 只是含量少于零点几个 但是就认为是 但是不一定是真是ゼロ 因为它的ゼロ很没小处点 对吧 它说我一个serving是ゼロ 但整体还是油的 所以大家的商标 一定要特别关注啊 不能有反噬 这边讲了一个反噬脂肪酸 但是神经的营养 是因为地质很重要 下面呢 我们来看就两点三 就是抗氧化成分协同 这个看到什么协同呢 这里还讲了几个很有意思 因为白粒如醇 大家都知道啊 这个反噬没有什么 白粒如醇反噬是正常的 子檀奇 就是第二代的白粒如醇 这个是抗氧化作用 因为神经细胞也有些抗氧化 也非常重要 七黄素 七黄素呢 其实是用中药成分 大家都知道黄羊木 对啊 黄羊木是其实可以好 黄羊木是有中药啊 它是从踢出 就踢出了一种同类的物质 它呢对我们神经安神呢 对这个神经的抗血栓呢 对心理营养都非常 就是咱们中药利用的比较多啊 另外是egcg啊 就对对对这种 这种呢 其实是它是一种 在绿茶里提出来的东西啊 就耳茶分类的 这也是对细胞保护 就是细胞抗水了 主要是因为细胞 营养大脑非常有作用 那我们主要也 就这些成分 组合起来啊 这种作用 这里特别 脑力剑我不说吗 它不光是对大脑的营养 它其实我们讲过那几种成分 不光是大脑营养 而且呢 它是帮助我们现在 就现在最热门的 就是怎么减肥啊 吃肉 不吃米饭就减肥了 它这是老百姓的粗话啊 就通锁讲法 其实呢就是生酮饮食 我们刚才讲过 大脑是需要葡萄糖的 那么大脑其实也不光是用葡萄糖 大脑可能说最少 就是最高的人 可以用25%的葡萄糖 来做营养成分 75%可以用铜体 那么铜体是什么东西呢 其实呢我们慢慢就大家会 就看过很多的东西 越来越了解 知道什么呢 铜体是人类 其实是动物类最安全的 能量提供物质 为什么呢 因为葡萄糖虽然是 我们必须依赖它 但是一会儿要讲到 它会形成很多氧化自由基 而且糖还能刺胰岛素分泌 而胰岛素呢 直接就是要细胞 把这个脂肪送到细胞里面去 那么胰岛素跟我们的肥胖 跟我们的慢性体制 都非常有作用 所以所谓的生酮饮食 其实就是让胰岛素休息 不要刺激它 对吧 不要刺激它 不要刺激它的话 那我们比如说我现在最喜欢的 就是晚上不吃饭 或者早上不吃饭 尽量呢 就十多小时是空腹状态 那么这样的话就不影响 就是不刺胰岛素的产生 那不刺胰岛素的产生 就是有生酮状态 那么这个对细胞营养 对大脑健康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非常重要 所以这个LifeSpan本身 对一些喜欢节食的人 喜欢静食的人 喜欢这个 我说这个节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干净的一个节 一个是这个节制的节 然后呢 都非常非常的有好处 可以辅助它 进生酮 维持血酮的水平 因为生酮饮食就是很多做的很精细 有尿有没有铜啊 这铜的水平 铜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它是一种 可以代替泡泡汤的一个更清洁能源 就有点像我们汽油和酒精的感觉 就是我们现在的 就是环保标准越来越高 那么在汽油里面一定要添加酒精 对吧 添加酒精 那个就是对空气污染就比较少了 但我们还离不开汽油 我们还离不开泡泡汤 但是呢 我们尽量的多产生酮体 这样呢 对对对对我们这个健康呢 就非常有好处 好 所以说呃 这是第二个 呃 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水啊 就是我们叫氢气片 那么你要泡到水里 就有点像我们以前的一个泡动片一样 成为产生气泡 对吧 那么这个氢气片的时候 就我们讲的是我们公司的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创新的一个产品啊 最近的一个大亮点 因为氢对人体身体的作用呢 是非常非常大啊 就我现在随着不断认识 因为很多人 很多女士 养生的女士 在日本都买过这种电解杯 实际上产生氢气 但那个量呢 就有限 以后我们会讲 那日本呢 因为它是个长寿的一个一个国家 他们对这个抗衰老啊 对长寿眼睛的比较多 那么氢气对我们细胞的稳定性 抗氧化性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讲就是可能大家对水分子呢 都很熟悉 H2O 就是两个氢一个氧 那么过去我们一直说氧 氧多么重要啊 是能量啊 但其实氢呢 是它起了很好的平衡作用 怎么讲啊 首先呢 它对细胞排毒 这什么毒呢 主要是自由基 那什么是自由基呢 自由基就是一些 我们英文叫radical radical是一些 就是机械分子 什么意思 就是一些带着负电核的 主要以氢机为主的 这么一些结构 它有很强的破坏性 就是它有腐蚀性 因为它这种负电核 会破坏我们的细胞核 破坏我们的细胞核 破坏我们的细胞核 到处破坏 那怎么办呢 那你想这个有需要 有一个谁能把它这个稳定住呢 只有什么把限 就是专门 比如一个一个氢机 以后我们讲了什么是氢机 是氢机就是氢氧机 我们连着一起读氢氢氢氢氢氢氢 那确实它是一个氢和一个氢原子组成的 因为水是两个氢 它只有一个氢 所以它带个负电核 那怎么综合 当然用氢来综合 我们用氢原子 把它综合掉 产生一个我们最干净的水 所以它把它向抗氧化作用 另外它可以改善机械代谢 当然了这个有自由基的情况 我们代谢是用固质的 是用慢性病的情况 细胞是不恢复的情况 当然能延缓我们脑部的衰老 当然也提高运动的表现 缓解压力 包括一些炎性反应 慢性炎性反应 为什么什么久炎臂癌 为什么很多慢性炎症 比如慢性肝炎 最后就变成肝癌了 为什么很多肠道的 食道的慢性炎症 变成食道癌了 就是因为长期的慢性反应 就会导致细胞的癌 所以缓解炎症 其实是一个慢性的过程 所以我就跟这个水 就特别的贴切 因为本身我们氧气 可能有点火的意思 它能提高能量 当然了这个专家 这个是佐证这个录像 大家可能看过 就是我们这个 我们的博士 中南山REN 最近非常被大家尊重的 这个中南山院士 他在一篇视频 讲到这个轻症作用 我们以前听过大课里面 关于专门对氢的 抗慢性病的一个研究 其实是一个特别简单 而且特别洁净的一个方法 特别洁净方法 没有复杂的化学分子 因为那些就是 人为产生的一些化合物 都会产生的副作用 而氢呢 它是最洁净 它本身自然界的最小 以前我们的氢认识不多 好像就好像在火箭推进器里面 这个燃料氢可能很好 对吧 它的产生高能推进火箭 但其实呢 其实自然界里的氢含量非常多 比如整个太阳系里面 就是说元素排第一的是谁 它是氢 为什么 因为太阳里面最多就是氢和氦 就是最小的两个元素 所以氢其实含量是非常多的 那么氢的人有什么作用 我们刚才讲过 它是很多 因为它很小 它就可以进入我们体内 而且人家本身也产生了氢 只是我们以前没有研究到 它是扩散速度很快 这分子很小 对吧 传播吸收膜 无处不在 它主要是最独特的 是优势在于 它可以选择性的靶向抗氧化 什么叫我刚才讲过 就是氢除氢自由基 这个是氢自由基 就是氢氧 它就是在化学室里 就是一个O 一个H 那么它缺少一个氢生子 所以呢 就是带一个复电盒 我认为 就是因为这个枪呢 本身它就有不稳定性 所以这种自由基 呢会到处破坏 那它把它送破掉 就 就起了很大的作用 那这里我举个例子啊 就是说 其实呢我们 这个整个人类的进化过程中啊 地球开始并不是氧气含量这么多的 以前氧气含量很低 所以地球的原始生物都是厌氧菌 啊 但是我们地球开始 地基生物都是细菌了 对吧 厌氧菌 几十几亿年 都是厌氧菌 慢慢慢慢 因为地球这个雷电啊 然后把水电解了之后 产生很多清晰氧气 氧气越来越多 然后达到了 甚至比现在还要高 就是百分之三十多 那个时候 氧气特别多 那么什么是厌氧菌 厌氧菌是受不了氧气 因为氧气 其实对于这些细菌是毒气 对吧 我们以为厌氧菌是很奇怪的 这个生物 其实不是 但是我们最原始的生物 那么当产生这种大量氧气的时候 当然有一种细菌 这个细菌叫线粒体 就是我们被被我们 另一种厌氧菌呢 就产生了共生关系 就是把这种线粒体打到 吞在体内 因为这种这种细菌呢 专门利用氧气 这是我们细胞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细胞器啊 就是线粒体 那么这个线粒体 就是我们能量 为什么叫能量工厂 其实是我们抓到我们身体内 专门给我们提供能量了 产生这种共生关系 但是共生关系 也会产生之间 对我们细胞衰老啊 很重要的 它不光是为我们服务 它也为自己服务 当它这个不健康的时候 我们细胞日子也不好过 所以它是这么个关系 所以现在我们用NMN 就对抗这一点 那我们回到清晰这一点啊 因为氧气本身 它就能提供能量 本身它也有破坏作用 举个不恰当的例子 而为了记忆 就把我们的细胞内的线粒体 当作一个核动力工厂 或者叫核电厂 它的它的好处是 它效率特别高 对吧 效率特别高 它产生大量能量 如果没有它 我们就无氧代谢 无氧代谢就产生ATP的 生物能量的这个 这个能力啊 和速率都非常的慢 那么我们有了这个 这个线粒体之后呢 我们这个就是 它的利用率就高了 但坏处是什么呢 它会产生大量的核肺料 就是自由基 由于氧气 由于葡萄糖 产生大量的自由基 那么这个时候 必须我们 由氢气 帮我们拔向的清楚 所以便于大家记忆 就是说氢气 为什么这个重要 为什么对万幸疾病 它有什么好的作用啊 这里首先第一点 肯定最重要一点就是 抗氧化作用 氧气为我们提供能量 必不可少 但是氧气本人也是双刃剑啊 它会形成一些自由基 让我们身体老化 另外呢 这个抗炎啊 抗濃濃毒血症啊 都是在 由于在细胞的修复过程中 由于能够就是 我们细胞修复细胞之后 能产生的作用 抗雕王作用 抗雕王也是一样 当线粒体功能 被破坏 当线粒体寿命减少 细胞已经凋亡了 这是跟衰老机之一 就是这种产生氧气的这种 我们说这个 这个可能的 也就是说 举个不恰当的例子 当我们的核电厂泄漏了 那么这个核电厂 暴废了之后 那以后污染周围的环境 细胞也会凋亡 另外对生物信号啊 对抗过敏啊 代谢呀 这些都是稳定细胞的 膜的结构 所以大家记住 氢呢 是在我们体验气的 稳定作用的 氧是提供能量 氢是提供稳定的 它那一结合 就形成了水啊 就形成了水 所以呢我们就是 其实我们人体 稳定过程就是 我们氢跟我们的氢氧气 就是枪肌结合 形成水 当然枪肌是最重要的自由基 还有一些其他的缩肌啊 一些自由基 也可以跟氢结合 好 由于这个 它的这种作用呢 当然就在表象出这个自由基 其实对我们的器官就损伤很多了 我们讲过了 人体最忙的是什么呢 肾脏肝脏 心脏也很忙啊 心肌也不断的收缩收缩 对吧 那么任何一个心肌细胞不健康 都会造成我们的损伤 包括血管 血管非常重要 对吧 因为本身血管是一个气血通道 它是个血的通道 如果血管堵塞了 本身像心脏血管堵塞了 那很要命的 就是心梗啊 对吧 那么其他地方血管堵塞了 那气血不旺盛了 对吧 手脚冰凉 对吧 功能不好 很多针灸啊 就埃灸啊 都是调节气血 为什么呢 就是这样的血管通畅 那血管怎么通畅呢 血管B必须健康 因为血管B呢 它是特别人受破坏 像这么多一个血流的冲击 像河床一样 你怎么样的健康呢 它必须有大量的修复能力 这个你是要倾除自由基本身 它大脑 我刚才讲过了 大脑这个 它本身耗氧量很大 它当然要产生大量的自由基的 场地堆积 那当然是就是产生 退行性的病变 所以在抗衰药里很重要 还有关节啊 所以这些重要的器官里面 自由基的倾除都特别重要 尤其是像心脏和大脑 这种细胞不能够怎么样 再生的 就是大脑细胞 你衰老 你凋亡了一个就少一个 它不能再生 心肌细胞也是 如果大面积的大片长片的死亡 那就坏了 就出现了 比如说脑梗 心梗 都是大片的细胞死亡 就非常非常危险了 所以 轻气对模稳定特别重要 那么在技术层面上 为什么这个人们认识到了 但是从技术水平上一直没有做得很好 比如电解水那个杯 但是那个有没有作用呢 有 但是呢 从技术层面上还不过硬 那么轻是 它是用在这种高纯度的 煤粉 来制 制金属 可以 这个是一种技术 这种 当然可以选择铝和型 但最安全是煤 因为现在我们也 就是最重要的 在我们吃海盐里面 就是里面主要是煤 我们人体有一种 就是也在补出 专门作为重要的微量元素来补出美 所以呢 把它来作为产生性的这个 有安全 而且呢 非常好的一个 一个结合 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 一个非常好的产品亮点和突破 好 那么 首先呢 我们讲就是 我们的创新主要是在生物科技 引发上的创新 就社会在进步了 我们食品呢 想越来越原始 原始的食品越 越绿色吧 但我们技术呢 越来越重新 那么由于这个 我就不讲这些技术啊 这些都是 一时半会儿 我自己都不是很清楚 这些技术 但是我参加过 跟过我们的工厂啊 这些技术都非常 就是非常过硬的 因为本身你也知道 我们公司呢 我们本身的母公司 就是一个 一个非常有这个 生育度的一个 大的一个 我们这个 营养补充剂的生产厂家 那么这个 它的方向标准是什么 就是当然 李嘉诚 来美国的时候 他想收产 NR啊 NMN啊 但是做多方面的 市场调研 最后决定跟那个 凯特这家母公司合作 那逐渐呢 而且它的技术能力啊 就是能力有机会 大家都来参观一下 就更加的清楚了 呃 这个还有一个 所以我们为什么叫 RF-HOPE 这是什么意思 还有PQQ 这名字蛮长的 每个名字都是有意义的 HOPE 就是叫希望因子 这个不是我们 这是在生物科学杂志上 为什么叫希望因子 所以是为什么它可以帮助我们 这个呃 它是帮助我们这个线细体的健康啊 我们该讲了 直接综合 直接综合 靶向综合这个自由基 是一个是一个作用 另外它可以协同这个PQQ 一起呢 产生希望因子 所以我们叫RF-HOPE 是就这种希望因子啊 然后呢 当然这个 这种作用表现的几个方面啊 主要是 呃围绕着线粒体 就我刚才讲过 那个地球 在这个 进化过程中 最最就是利用氧气 最牛的这种细菌 这种细菌 现在我们叫Metichondria 就是就是线粒体 啊 它长得就像细菌一样 为什么 因为在所有的细胞 细胞体里 就是它带了DNA的 对吧 是环状DNA 这个环状DNA结构 就跟细菌就是一模一样 所以在下 基本认定 它就是一个细菌 只是被我们的 这个原核细胞 吞到体内 变成真核细胞 因为我们人体 这种复杂的结构 只有能量作为支撑 那么以前那种细菌 那种单细胞结构 你是燃氧菌 那个没关系 但这种复杂的集体 需要大量的能量 那线粒体 是必不可少的 它是能量的来源 就像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烧这个 烧水是没法 就是作为蒸汽机 那很厉害 但是问题 他想开这个高速列车 是不行的 不行的 肯定是以内燃机 或者更高的那边才可以 好 那么整个对人体的作用里面 在讲就是 当然这些都是 就是我们的 我们说只要细胞健康了 那么集体代谢 脑部衰老 我们对各种迈进疾病 包括运动能力 缓解压力 对于这个严性反应 这些作用其实是 通过我们在反复的 使用过程中发现的 对这些的表现 大家都是有一些 就是我们说 领床 半领床 神基础的 所以这个表现 所以这个呢 我觉得大家就是 有这些表象的人 都可以试一下 它对这种慢性的 缓解都非常有作用 有作用 好 那这个我希望大家能够 重点看一下 因为以前我跟国内 几个朋友 谈亲戚的时候 他们都接触过 什么水素杯 我该讲 电解杯 他们支清机 还有这个 听完还有一些 付清的饮料 在日本也有 那么这个主要是 看我们看支清的含量 就是我们是含量最高的 每升到十亿 就是这个 它就是量级上是十倍的关系 而且呢 它这种性价比 是很高的 非常方便啊 放在水里面 跟碰碰片一样 效果也非常好 那么这里当然 会有一些技术 比如说我们 产生了纳米级的 这种小颗粒啊 这样能在水里面 能饱和出更多的氢 影响 越大的气泡 它表面越小 那么富含氢度越少 那这也是 通过我们的技术 来达到了这个效果啊 最后效果就是 我们的产生性的浓度 这很重要啊 这个浓度 能够远远高于 好 这个我们最后讲这一款 两款产品都跟咱们一关啊 这个叫火啊 其实很简单 这个产品太火了啊 这个近两年 在整个的抗衰老界 能敢说逆龄的 只有这一款产品敢怎么说 这是在科学杂志里面说的逆龄 不是我们在这个文学杂志里面说 这个动灵美女啊 逆龄什么的 这科学杂志 为什么敢说逆龄呢 因为确实现在 也达到了一种逆龄 就是能把人的一个起飘 变成一个蛋细胞 那当然就 就回到原点啊 这个科学已经实现了 而且和诺别人讲了 但是这个东西当然不行了 对吧 因为你搞不好 人就变成一个细胞不行 我们就变成什么 逆龄 变成逆到二十岁三十岁 会保持在这种状态 就是逆龄 那么现在 目前来说 还不断的引进的推进 但是这种NMN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刚才我们也讲到了 NMN是NAD的前提 那么它本身 NMN也有 自由基的作用 而且呢 它延晚衰老呢 主要是从基因的水平 去对抗衰老 基因的水平 基因的水平 就是说它NMN 可以作用一种 这个我们说 产生一种 以前我们讲过了 它不是对于基因的 coding号码 而是对基因的结构 对基因的结构 因为我们在染色体 需要结构的 手上能表达的 进行过程中 需要各种酶 这种酶 这种酶呢 其实是有NAD的作用 当然NMN跟这个 限制体有关 当然跟细胞 也没有关 当然也跟免疫力有关 那我们产品什么特点 首先呢 这个市场上 NMN产品太多了 因为它火嘛 那首先呢 这个我们在医生的 本身呢 在医生的这个 本身医生开药的时候 都有一本字典 那么字典里面 叫PDR 我们在这个PDR里面 本身在目录里面 就有我们的产品 所以是被官方认证认可的 因为 为什么认证认可呢 因为首先 这我们这个是 一个是 纯度高 含量大 很大 一般一瓶 一般就是市场 正常平均是六 六千MG 六千毫克 我们能达到这个 它将近两倍 一万多 好 那我们再具体看一下 为什么官方网站可以挑 首先呢 是高含量 另外呢 它吸收的好 第三个呢 它呢 还是技术 技术就是我们 这些技术很重要 因为很多在市场看到 有各种这样 这个价位的 十几块钱呢 有几百块钱呢 几千 我都说是美元啊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它的生产方式不一样 那么最开始李嘉诚来美国去寻找这个 因为他看到日本这个NM很好 他也找一个能够技术更有技术突破的 日本是整个就是一个发酵法 就像酿酒一样 过程很繁琐 然后呢 当然这个成本也比较高 反而比较慢 纯度是不错 但是太昂贵了 也不太这个不太适合一般人食 那么后来呢 呃美国这边主演出现了叫生物发酵法 生物发酵法呢 速度快得多 那整个整个就是它的整体的 而且呢 它在技术过硬的情况下 它不影响这个整个 就它的生物活性都能承承承卑的 为什么我们承承卑的 因为用一般的就是合成的方法 或体制方法都可能阿尔法 阿尔法是没有生物活性 是不能利用的 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个化学合成法的 阿尔法 不管它出的多高 它它它它不会写 Beta 阿尔法 阿尔法 它可能产生很多大量60% 是阿尔法 它的作用是呃 呃 9亿没有什么作用啊 所以这个就是一些可以说猫腻吧 呃 所以呢我们说 有了这个技术突破之后呢 所以这个当然李嘉诚是决定在这个 跟我们这个我们这个凯利公司 这某公司合作了 这是因为我们技术供应的一个原因 有于这种科学的方法 它呃 降大大降低了成本 而且呢 纯度和生活活性都不受影响 所以就是 这是这是为什么我们这个优势的原因 它本身的生产厂家的技术优势 配方当然这个配方 本来NM就很好的东西了 而我们凯利公司呢 又又独有的这种呃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大西洋 呃 提的这种 虚热凿的这种呃 这这这这这种SOD啊 就是它本身也比较昂贵 而同时起到抗生产的作用 所以呢 这两个结合呢 是抢家联手 所以这个配方是非常独特的 而市场而清 两个东西都很昂贵 所以呢 我们看着好像我这个 这个东西不便宜的 其实我们是把两种比较昂贵的东西放在了一起 啊 SOD我们讲过了 它是一种呃 就是世界上一致最强的这种自由基的物质啊 所以它又可以在基因的水平抗衰老 也就让我们的这个线粒体的更健康 另外呢 还有清除自由基 所以当然就会对我们的细胞的抗衰啊 能量啊 免疫力啊 代谢啊 当然就表现的食用系统 健康啊 睡眠的改善 这些东西 那最后一个产品 我们说这个叫金木水火土啊 最后一个土啊 这个产品一样也不土 只是呢 它更清零一点啊 它的价格更清零一点 作用呢 我们都知道了 它一样是高纯度的 那么一瓶的是六千毫克 对啊 六千毫克的这个这么大的含量 也达到了 也就是我们的 呃 价位上我们可以有个比较这个很重要 就是我们在 刚才那个 这个 SOD 那是我们公司 中央全产品里面 会员价是 这个 289 289 平值会员价 当然我们可以赶上打折啊 或有这个 呃 打折的时候有优惠 那我们这个杯款呢 就价格是 不到一半啊 139 对吧 139 所以呢这个 我们觉得是这个产品 就更 性价品就非常好 啊 性价品就非常好 好 那今天呢 我就跟 当然这个公司认证啊 我就不讲了 因为这个都是 大家对这个 很多长期使用保健品的时候 对于厂家认证啊 都是非常是看重的 因为正轨厂家认证 会全面啊 那今天呢 我就跟大家呃 分享一下我对呃 凯利产品的一个认识啊 就是再补充一句 那个 这个 这个星老师 这个皮皮做的非常好啊 我也是呃 我希望大家呢 会回去呢 好好看一看 我呢 通过我的理解呢 帮助大家的更好的记忆 因为呢 就是我们 在做营养补充剂的时候呢 我们要多学习 然后呢呃 能够一起跟更多的人去分享 这样呢 能够让更多的人健康 好我今天就分享在这里 谢谢大家 啊 有请这个 陆欣老师 嗯 非常感谢 王医生今天给我们的精彩而专业的课程 王医生从医学专家的角度啊 全面详细的阐述了凯利五大产品的亮点 是我们明白呢 那肠道健康等于积体免疫 医生菌的八大优势 也是我们了解了医生菌呢 是一种定制于在人体内可以改变人体某一部位进行身体的活性微生物 还有脑力建大脑营养 改善记忆 特别是我们的PQQ轻器片 细胞排毒复活换新 就是专家作证细胞排毒靶向抗氧化 使我们了解呢 氢分子是自然界最小最轻的双原子分子 扩散速度快 渗透力强 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质细胞核和细胞器 还有SOD NMN青春利林片 是补充细胞能量 激活长寿因子 高纯度高含量高吸收 科学的生产方式 每一片的都是精华 每一片都是满满的SOD 凯利五大产品的亮点 太多我就不一一复述了 王医生今天的专业讲解 令我们对科学抗衰老 科学营养补充的认识呢 再一次升华 今天我们在科学的海洋里面 我们了解了太多的丰富知识 希望这些丰富知识呢 能给大家一份健康的生活理念 再次感谢王医生的精彩阐述 也感谢各位在座的聆听 再见 谢谢王医生 谢谢 非常感谢 好 谢谢陆琳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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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alement 请问